大家好,我是Ivan, 看一篇文章是關於EAT, 即是Expertise, Authority, 和Trustworthiness Google一直都在說, 在19年一直都在說, 你的內容的權威性可不可信,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元素 去導致Google會把你的內容排得高一些, 或者有些關鍵字, 為什麼你會排到, 你的對手排不到呢 有一個好消息就是給一些網店, 電商, 原來EAT對於網店來說, 沒有那麼重要 沒有那麼重要, 不是不重要 John Miller, 即是經常都代Google出來, 回答很多關於Webmaster Tools, SEO, 或者搜尋器相關的人 他經常都跟一些人去做Google的Hangout, 即是去回答問題 他有一次在視訊的時候說了, 原來EAT對於一些網店來說, 是沒有那麼重要 不知道會不會是因為, 譬如我買iPhone才算 賣iPhone才算 其實iPhone裡面的規格, 其實每個都是一樣的 每個網上寫出來都是一樣的 所以變成沒有那麼重要, 不知道會不會是這個原因 但是我反而會覺得, 既然EAT對於網店的重要性沒有那麼高 即是說, 如果大家都是做電商 即是大家在Google的排名都是差不多 反而應該要找些位置去突圍 即是你反而不是在那個, 即是產品的規格 你當然不能夠做到太多的不同 因為那部機器是這樣的帳數 就是這樣的帳數 是有那麼多的記憶就是那麼多的記憶 你沒有得去改的 但是你仍然可以去寫一些內容, 去做一些產品比較 這個產品有什麼特性 不是在那個產品的頁面出來 不是在那個產品頁面出來 是加多一行是說一些產品的資訊分享 好像寫Blog寫News那些 由於各個的電商網站 EAT都不是那麼重要 即是排名都相等 反而應該要利用這個Blog的元素 去相對容易可以 給你的競爭對手 在搜尋引擎的排名可以贏它 因為大家如果以規格就差不多 以其他的內容贏它 然後在一個內容裡面 去將這些有興趣買這個電話的人 指回自己的產品頁面 似乎這個做法會比較合理 因為網店的EAT是沒有那麼重要 所以就要用另一個方法 去取得這些流量 贏你的競爭對手 這個可以試一試的方法 如果有問題 想了解怎樣試 你也可以隨便問 另外我有個YouTube 和Facebook Page 可以訂閱一下 我們下次見